属灵心堂知人生如梦 我自身出于母胎 也必自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纪一章二十一节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生就如匆匆的一场梦 但是很多人在这场梦里面 却不愿意醒来 费尽所有的力气与心思 就是想抓住梦里所拥有的一切 当我们在梦醒的那一刻 才是知道我们需要面对的时候 我们必须对我们生前为的 私欲、利欲、情欲所犯下的罪行负上责任 也就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再为梦幻中的拥有 而舍弃了永恒的应许 是时候醒来了 检视、反省自己的人生 我这一生的劳碌 是否是到了最后一刻 还是一无所获 还是你要选择永恒的盼望 选择权永远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要继续活在梦幻中吗 还是要选择醒来 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要选择走向毁灭吗 还是要选择接受永恒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虚空 但是上帝却给予我们救恩 并且给了我们永生的应许 让我们的来生有所盼望 我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